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上午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玉婷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等的省领导 来到长春市湘湾公园 与干部群众一同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景俊海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之银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固树立两山理念 持续营造植树造林浓厚氛围 将会打造美丽中国吉林样板 全面提升生态强省建设水平 这是省领导连续第二年到香湾公园 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去年栽种的树苗已经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植树点 景俊海 胡玉婷 诸国贤等省领导 与干部群众一起 灰敲蝉土 扶苗为艳 提水浇灌 河里栽下山杏 洪峰 白蜡 植干鱼 紫叶筹鲤等多种树苗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景俊海一边翻土植树 一边与身边干部群众交谈交流 详细询问苗木品种 生长周期 日常养护等情况 叮嘱有关部门加强后续管护 提高植树成活率 让每株树苗都能茁壮成长 经过省领导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500株新植树苗错落有致 迎风挺立 成为公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湖面波光淋漓 岸边绿意绽放 景俊海沿着湖岸踏查公园生态保护情况 要求长春市坚持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 抓好海绵城市 森林城市建设 严格保护自然生态 科学开发自然资源 能植树的地方要多植树 能蓄水的地方要多蓄水 让森林包围城市 绿水环绕长春 打造郁郁葱葱 碧波荡漾的生态景观 形成临水相间 循环畅通的生态体系 让广大市民享受春和景明 鸟语花香的良好人居环境 植树期间 景俊海强调 植树造林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 必须一以贯之抓下去 一带一带坐下去 让绿色成为吉林最亮丽的底色 要深入开展第三个十年绿美吉林行动 不断提升森林资源总量和质量 进一步增强固碳增汇能力 要大力倡导全民爱绿 植绿 护绿 星绿 扎实推进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在全社会 特别是青少年心中 拨洒生态文明的种子 要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 切实助劳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坚强屏障 据悉 我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41年来 群省共3.51亿人次参加义务植树 栽种各类数目15.94亿株 省委常委同志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 省纪委监委 省军区 空军航空大学 武警吉林省总队 以及长春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四平市黎树县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地方 4月7号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胡玉婷 贯彻落实党中央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决策部署 就黑土地保护 贝春耕 现代种业 肉牛工程 棚模经济等工作到黎树县调研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 坚决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不断丰富黎树模式内涵 保护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进一步稳定粮食生产 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正当现代农业建设排头兵 在全国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 免耕精量播种机 抛洒机等各样农机正在紧张作业 胡玉庭进田拢查商情问技术 得知黎树县近年来创新实施现代农业生产单元建设 建立了完善的农机配置 技术支撑 保险金融 和合作社规范管理的运行机制 打造了梨树模式的升级版 胡玉庭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因嘱托 进一步丰富梨树模式内涵 综合运用接杆还田 接杆过富 粪污有机还田等多种模式 切实保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 要充分发挥田秀才土专家优势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 提升农业科技装备水平 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在芦苇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 胡玉庭实地查看农产品和农机具展示 详细询问土地流转 农资价格等情况 他强调 要通过土地托管 入股 流转等方式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解放农村劳动力 增加农民收入 要坚持粮头食伪 农头工伪 大力发展精深加工 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格局 要抢抓农食 做好备春耕工作 保障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 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 适时掀起春波高潮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在富民种业有限公司 胡玉庭实地了解玉米等农作物 新品种排育情况 他强调 要加强种业核心技术攻关 持续做好玉米等种植资源研究 新品选育等工作 加快培育突破性新品种 增强企业硬实力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六支围日光温室产业园区 胡玉庭深入大棚查看草莓涨势 了解棚模经济发展情况 鼓励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 推出更多优良品种 形成品牌效应 完善冷链物流 坚持线上线下结合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在顶牛木野有限公司 胡玉庭走进眷舍 查看肉牛养殖情况 听取肉牛产业发展情况汇报 要求有关方面切实做好牲畜 疫病防控 四草饲料 繁育等服务保障 支持企业扩大养殖规模 增加初来量 推动肉牛养殖 向高品质高效益规模化 转型升级 安贵武参加调研 吉林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昨天召开后 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中 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 要按照会议部署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 迅速行动起来 全面掀起 开展主题教育热潮 感悟思想伟丽 焕发奋斗激情 永保政治本色 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建功立业 大家表示 要学思想 增才干 建行动 练就干事创业的真本领 提振担当有为的精气神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 汇聚万众一心 砥砺奋进的 磅礴伪力 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 是在脉上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时刻 党中央做出的重大部署 对我们统一思想 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 在新征程上 团结奋斗 勇一前行 具有重大意义 总书记对为什么学 学什么 怎么学的问题 做了系统的部署和安排 为我们开展主题教育 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必须要牢牢把握 学思想 强挡性 重实践 建新功的总要求 我们一定要把理论学习 调查研究 推动发展 解释整改 贯同起来 有机融合 一体推进 大家表示 扎实推进主题教育 必须明晰方向 抓住重点 全面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觉运用这一思想 改造客观世界 推动事业发展 努力在以学助魂 以学增智 以学政风 以学促干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深刻把握转型数字化 服务智能化 社会共享化 产业高级化大趋势 全面实施一组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我们要以这次主题教育 为契机 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 统一部署 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受罪思想 转化为坚定理想 锤炼党性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我们要严格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 和省委统一的部署 牢牢把握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的总要求 在主题教育中 学思想 增才干 建行动 练就干事创业的真本领 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新机林 做出应有贡献 我们要牢牢把握 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 把党的创新理论 转化为推动工作的金点子 立项攻坚的良药方 团结带领广大干部员工 在党的旗帜下 凝聚成坚硬的钢铁 我们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边学习 边对照 边检视 边整改 把问题整改贯穿始终 努力当好 中国是现代化的 开路先锋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徐思想 增才干 建行动 练就干事创业的真本领 将迅速行动 锚定根本任务 和具体目标 全面贯彻一组六双 高质量发展战略 围绕两大目标 十大工程 千个项目 加快实现 万一级产业目标 大家表示 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线 一切工作安排 一切推进措施 一切工作要求 都要围绕 这一主线展开 把学习和调研 落实到完成 党的二十大部署 的各项任务中去 扑下身子 真抓实干 推动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努力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中 汲取奋进力量 通过开展主题教育 进入网 混民生 暖民心 顺民意 据民智的工作 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要大型调研之风 要铺下身子 沉入一线 把调研搞好 就能把坚持 学思 用 贯通和知信性融合 统一好 实践好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 将主题教育 与提升供电优质服务 指效结合起来 以更快的速度 更优的服务 响应需求 解决难题 开展这次主题教育 是深入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的 优异重大部署 作为消防救援干部 我们更应走在前列 坚决担起 新征程 消防救援 职责使命 以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早眼服务高质量发展 和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 切实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吉林进程中 做出新贡献 近期吉林省发布了 关于推进高水平开放 一加五支持政策 和行动方案 其中吉林省推进 高水平开放支持政策 围绕提升外资准入服务 等五个方面 推出27条支持政策 吉林省推进高水平开放支持政策 在提升外资准入服务方面 落实境外投资者 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 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政策 给予外商投资企业 利润再投资 与新增外资同样的配套支持政策 鼓励外商投资企业 对标我省 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和十字五规划纲要 扩大投资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依规 平等享受相关产业发展 支持政策 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方面 对已经取得相关国际认证 且认证标准 不低于国内标准的产品 允许外贸企业做出 符合国内标准的书面承诺后 直接上市销售 全面推广两部申报 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模式 实行魂春对俄口案 7成24小时预约通关 在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方面 鼓励有条件企业付境外发行债券 借用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 对获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企业 则有给予贷款贴息 知识产权评估 保险等费用补助 开展无还本续带 不动产抵押权登记业务 将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 与抵押权设立登记合并办理 在强化要素保障支撑方面 建立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 特殊通道机制 建立重大项目用地 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用电 优先保障清单 允许将产业类型 生产技术 节能环保等产业准入要求 纳入工地条件 推进工业用地 带条件招标 拍卖 挂牌 出让租赁 在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方面 实现高频许可审批事项 一键导航 一表填报 一次办理 一码关联 建设吉林省知识产权运用服务平台 实现知识产权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实现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机构 县级以上全覆盖 今年来吉林省聚焦打造 向北开放重要窗口 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 全力打造浑春对额经贸合作桥头堡 眼下一个个项目加快建设 会推进全省高水平对外开放 注入新动能 这两天 总投资六亿元的吉林浑春海洋经济示范区 冷连物流基地示范项目正在加快建设 项目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依托示范区落地加工政策 物流基地建成后将承接海产品加工 储运 转销等企业入驻 去年二月份开工 一直到现在一天也没耽误 所以说我们也感觉政府的力度非常大 现在九栋厂房全部军工了 有三家已经入入了 现在有八家在这里掐谈 离冷连物流基地不远 浑春市进口百万吨煤炭产业原项目 已经恢复建设 两座巨大的煤炭棚罩已出具规模 未来 这里将建起两座大型储煤厂 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5% 建成后能够实现园区整体静态储煤是100万吨 年吞吐能力达到1000万吨 将成为咱们吉林城乃至东美地区重要的 口岸煤炭贸易支点 浑春市抓住对俄经贸合作 桥土堡的区位和政策优势 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步伐 围绕海洋经济 在这里 一个个大项目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 一辆辆满载进出口货物的大卡车 首尾相接往来穿梭 今年 我省将继续完善长春新区 中韩国际合作示范区 浑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开放功能 支持一系等中点企业 开拓国内外市场 推动红极品牌服务国际化布局 突出抓好护士贸易落地加工产业员 等20个重大项目 支持卫星轨道客车配套服务 等开拓国内外市场 强化重点区域战略合作 精准对接 京津记 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 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 推动央企载部局 民企大发展 外资快涌入 交通运输情况 往往能反映地区的经济活力 今年一季度 我省民行业显著恢复 吉林省积极引进来和走出去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密集出台政策保障 进一步稳消费 扩投资 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作为经济情预表之一的 民行业加速回暖 一季度 长春机场累计完成航班量 27163架次 旅客量349.15万人次 机场一季度 航班量和旅客量 累计恢复率 均位列国内千万级机场第一位 民行业的快速回暖 也在影响着消费供给端 与投资领域 据华贝程序数据显示 这个雪季 全国滑雪里程前10名的排名中 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万峰通化滑雪度假区 万达长白山国际度假区 纷纷上榜 分别排名全国第二位 第四位 第八位 第十位 我省冰雪旅游市场份额 逐步扩大 文旅消费活热的同时 商品消费 餐饮消费 正通过创新消费场景 改善着人们的消费需求 长春浙友山文旅小镇 创新消费场景 在提升商家种类的基础上 将文娱休闲 展览展示等活动 融入到消费中 并推出不同主题活动 吸引游客 今天中午 记者来到浙友山小镇 这里的美食街区 一派人声鼎沸 消费旺盛的景象 由于政府推动的 全民消费剂 我们得到了各种优惠举策 通过消费券的带动 整个营业额 在这段时间 也是有了很高的一个提升 消费市场人气如此火热 既要靠商家创新消费场景 这双无形的手 也要靠相应的支持政策 作为有形的手来拉动 今年以来 我省接连推出 18消费节 全民消费节活动 累计发放 线上线下2.5亿元消费券 有效刺激消费 并出台优化营商环境 100条政策措施 进一步为经营主体减负 使我省消费恢复 整体好于预期 政府也是拿出了 超多的扶持的政策 给到欧阳卖场 也是把更大的这种 优惠便捷带给消费者 照比我们的同期 客流也是翻倍的增长 消费市场 不断恢复的同时 我省积极引进来走出去 让招商引资成为 稳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年初以来 我省相继举办了 进博会走进基林等 多场经贸交流活动 并组建经贸交流代表团 赴俄罗斯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 围绕我省优势产业 特色产品 开展经贸交流合作 最近几天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就开展了为期8天的 韩日招商周活动 对机洽谈项目 深化对韩对日交流合作 中韩示范区 分别与重金诸事会社 韩中科技文化促进会 韩中经济协会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经贸往来更加频繁 订单数额不断扩大 今年 吉林省将继续深入实施 扩大内需战略 全面落实中央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 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 更大力度激发有效需求 大力促进消费复苏 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取得新突破 4月7号 由吉林省委宣传部 吉林省公安厅主办的 2022年吉林好人 最美基层民警发布活动 在吉林广播电视台 吉林好人发布厅举行 发布现场 张策 丁北昌 张宗复 徐武军 李庆强 刁强 王志明 张燕云 韩浩 李浩等10名同志 获得2022年吉林好人 最美基层民警称号 他们忠实履行 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人民安宁的 新时代使命任务 充分展示人民警察 客己奉公 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 以实际行动 汇就了一幅幅 建功新时代的 最美景色 谱显了一曲曲 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英雄赞歌 荣获吉林好人 最美基层民警 特别荣幸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将会不忘出现 牢记使命 继续做好人民的 守护神和贴心人 用我实际行动 来保护一方平安 据了解 本场发布活动 将于4月14号晚 22点当 在吉林卫视播出 下面来关注 本期的央媒 看吉林 4月7号 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新闻 港务思想伪力 凝聚奋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 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 在全国各地 引发强烈反响 集中采访了 吉林省长春市民政局副局长 阮明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 真正做到 听民意 解民忧 暖民心 今天央视新闻频道 招文天下栏目播出 各地多挫病局 夯实丰说基础 报道了在被冲耕生产的关键时期 吉林省产梁大县 黎树县的农机专业合作社示范田里 农机手开着大马力拖拉机 正在进行伸松作业 据测算 土地伸松后能增产10%左右 今天的光明日报 聚焦新形势下 全球能源未来 或将呈现五个新发展趋势 并图文介绍了3月9号 工人在一气浮笛新能源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作业 4月7号 人民网关注了吉林省全省开放发展大会上出台的 推进高水平开放1加5支持政策和行动方案 4月7号 经济参考报刊发 长春新字号锻造汽车城硬实例 报道了长春新区 自2016年获批成立至今 不断鼓励企业自主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 让更多优质企业在快车道上 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天裴员立新真于至美 美术名家作品邀请展 在吉林艺术学院美术馆展出 本次展览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吉林省文学艺术联合会 吉林艺术学院共同主办 汇聚了中国美术界 国画 油画 版画等领域 最具代表性的24位名家 近几年的优秀作品 参展作品在题材上 既有对革命历史和英雄伟人的 追忆缅怀 也有对吉林文化符号 长白山灵秀风貌的诗意表现 更有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的多维表达 4月8号 《遇见奇迹》 红旗新能源技术发布会 在中国一系中心总部 旗径空间举行 红旗混动平台HMP正式亮相 据了解 该平台为旗帜超级架构下 第三大平台 由混动变速器 混动发动机 智能电区和安全电池 四大核心系统 及智慧能量控制模型构成 平台研发历史五年 突破了526项关键核心技术 其具备多项崭新独创 领先全球的独特技术魅力 日前 一系大众成功获评 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成为国家十四五首批入选的 合资汽车企业之一 节目最后 一起走进一系大众长春基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